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 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是发膏膨发条件之探讨 我们研究的动机是 发膏是一种传统的米食食品 上食品加工实习师 我们发现每一组发膏的膨发程度并非很理想 就算膨发也发得不够好 所以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想要找出发膏为什么会膨发 及最能膨发之条件 我们的研究架构 如图所示 A.加工条件之探讨 A.滴水问题对发膏膨发之影响 我们以砂质来侦测滴水效果最明显 现有蒸容盖的滴水形形 比圆锥形蒸容盖还严重 但滴水不是影响发膏的膨发原因 只会稍微影响发膏的膨发 A.滴水时间对发膏膨发之影响 滴水时间是影响发膏膨发的原因之一 因粒枝入蒸容内 滴水时间越长越不易膨发 A.火力大小对发膏膨发之影响 火力大小是影响发膏膨发的原因之一 B.部分原料配方之探讨 B.发粉含量对发膏膨发之影响 发膏的膨发与发粉含量有密切的关系 发粉含量在3.5%以上最为适合 B.面粉含量对发膏膨发之影响 面粉含量与胡一粘度有关 面粉含量越多则胡一越粘 越容易包覆住气体 导致发膏膨发程度越高 50%含以上膨发较为明显 B.水分含量对发膏膨发之影响 水分含量与胡一粘度有关 水分含量越多则胡一越粘 越不易包覆住气体 水分135%为最适的比例 越多则越不易膨发 B.发膏膨发假说之建立 C.1.温度与发粉产气效果之关系 发粉在常温下会产气 而在高温下也会产气 应该在低温环境时天下 才能在加热过程中发挥产气能力 C.2.面粉含量与胡一粘度之关系 面粉含量越多则胡一粘度越高 C.3.胡化程度与胡一粘度之关系 C.3.利用80度C胡化胡一粘度与会胡化胡一粘度 来改变胡一粘度 C.发现 C.与胡化胡一粘度比例添加越多 C.则胡一粘度越高 C.部分 C.改良方法膨发效果之验证 C.第一 C.发膏改良制成之验证 C.胡一粘度是发膏的膨发关键因子 C.过去制作发膏时的膨发气息不佳 C.是因为胡一粘度太低所导致的 C.第二 C.纯米发膏制作之应用 C.经浴胡化处理 C.就算是最具挑战性的100%纯米浆发膏 C.也可以制作出膨发程度很高的100%纯米浆发膏 C.第三 C.传统发膏商品精致化 C.传统发膏不仅是祭拜时可以用 C.还可以做成各种风味的精致型发膏 C.让传统发膏更加多元化 C.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C.谢谢大家 C.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.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